北京时间8月4日消息,早些时候山东鲁能泰山全队乘高铁前往北京,山东鲁能球员塔尔德利在爱上晒出了球队出征照片。 从照片中来看,鲁能队员还是十分轻松的,此外值得一提的是,本次出征北京,李肖鹏一概以往带队的风格,全主力出击。 本赛季的中超比赛,鲁能只要出征客场,球队只会带三名外援,而本次对阵北京国安,李肖鹏指导可以说是带上了全部家当,24名球员全部随队出发,由此也可以砍出山东鲁能。 对阵本场比赛的态度,本场比赛同时还是创纪录之战,从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开展以来,首次有两支球队在联赛层面交手来到第50次,这是鲁能和国安在联赛中的第50次交手,同样还是一场榜首大战。 对于北京国安来说这还是一场复仇大战,目前鲁能以一分之差排在榜首的北京国安身后,国安在本赛季直输掉了一场比赛,就是首轮客场0比3的完败鲁能。 相信本场比赛两队都会全力出局,争取拿下对手,鲁能大战从来就不缺看点,但是C5在本轮直播,却避开了这场榜首大战,反而却直播广州得比。 着实让球迷有一些不理解,不过有许多球迷认为,正是因为鲁鲁大战看点太多,中朝裁判难以驾驭,怕在比赛中出现明显的错判漏判,C5才不敢直播这场比赛。 早些时候天津泰达俱乐部放弃了对中超联赛第15轮当职主裁的上诉,泰达俱乐部同时表示,对于这个结果我们可以接受,因为不接受又能怎么样呢? 上诉也不会有结果,的确,从世界杯结束以后,鲁能和苏宁君就比赛中裁判出现的问题进行上诉,但是中国足协根本就没有受理,更不要说回复了,无论怎么说,还是希望鲁鲁大战能够精彩分成,只是希望裁判不要成为比赛的主角,届时我将会为您带来更多详细的报道,感谢您的关注。 感谢您的关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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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您的关注